总统马英九昨天在国庆演说的时候表示 未来将会大幅的来开放外资 检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两岸互设办事处 今天在立法院就成为了朝野议论的焦点 那么我们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他背询的时候说他还是刹车皮 只要开放项目有国安疑虑的话 他会来表达不同的意见 但是立委仍然不买账 总统马英九在国庆演说上强调 两岸经济可以互补 预告大幅开放外资 但会不会有国安疑虑 立委要求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解释 你都说是经济部啊 我要跟委员报告陆委会的角色 我正在跟委员报告陆委会的角色 如果经济部认为某一个可以开放 但是我们陆委会研判的结果 认为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或产业利益产生影响 或许我们会表达不同的意见 王玉琪灭火强调会把关 但立委质疑 总统国庆文告已预告 两岸会走向政治性接触 那你也说他是刹车瓶 那你是踩油门还是刹车瓶 我还是刹车瓶 只是要在什么时机踩刹车 马总统要赶快 一修两岸两岸一条 他只要设办事处 因为办事这个要修法 但是这个设下去 接下来就是展开 展开对话的空间 事实上 马英九在朝一个 如今普通所言 和美协议不是不可谈的 做事务性的 事务性 所以不会有政治性的 主要还是事务性 说直接以官方的方式 来互设办事机构 那这个就是我们 马上要开始进行研议 就是说 你自己个人的想法呢 因为你是总统的 在这边的这个 执行的 王玉琪接掌陆委会 被在野质疑 为两岸政治性接触铺路 随着两岸进入深水区谈判 立院马上要面临 陆生纳保后的修法问题 争议持续延烧 新唐人亚特电视 国瓶开陈珍 台湾台报导 文字幕之一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